我跟很多宅宅一样,很喜欢玩游戏,可是呢,我非常讨厌那些竞技排名类的游戏,很多人在炫耀战机啊,然后会去嘲笑那些玩到不怎么样的人的游戏,然后就会有一种玩家,他是觉得如果你卡关啊,你去查攻略,你就是很noop,因为我都不需要,excuse me,你在学校有这样赢吗?你功课不会做,你跑去上网查资料,问朋友,翻课本,然后你想象一下旁边的学霸就是那种, 这种考题,不是闭着眼睛都能做吗?还需要查的啊,看到吗?你们跟这种人类其实是没有分别的,现实生活中都已经逃不开这种判比了,玩游戏就不可以单纯一点吗?这个圈子的人已经够少了,你们还要在那边搞优越,把那个门槛拉这样搞,觉得这样子才是gamer,不觉得很可笑吗?所以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玩单机游戏的原因,尤其是掌机,我的掌机历史就是,NDS,3DS,PSP,到现在的Switch, 我的第一个游戏级业其实是在小学的时候,我婆婆送我的PS2,可是哦,胆小又手残的我,其实玩很多PS的游戏都会卡关,然后很多都会觉得里面的怪物有点恐怖,我不敢玩,所以我就发现Nintendo还会出比较多适合我玩的游戏,可是PS啊,Steam啊,有时候都会出那种剧情很好,感觉很好玩的游戏,可是手残档是绝对玩不了的, 尤其是敌人橙,射击类的,我只要被敌人射到,我走会很多洪广,我就会很慌,然后我就傻傻站在那边,敌人射死,然后在遇见绷带之后,完美,他很爱玩,然后我就很喜欢看他打游戏,就很像看电影这样子,去看那些游戏的剧情,所以呢,今天我就想要来给大家推荐一些我玩过的,然后觉得很好玩,首残档也能玩通关的Switch游戏给大家,第一个,我觉得这个不需要我去推荐,就是Jelda,有买Switch的人,应该第一个都会被中吵这个游戏,而且其实我觉得它不适合我今天的主题,因为我卡关了, 但是,撇开部分难玩的点,那个人马有多难打,Jelda真的是每一个有Switch的人都必须试试看的大作,里面的细节,真的是我超爱细节满满的游戏,比起刷足线啊,收集素材啊,解锁成就啊,是更享受那种哦,一走到一个新的地图,就会去大光特光,进所有的NPC家,跟每一个东西互动,每一个NPC都讲话,欣赏细节的那种类型,把这种冒险类RPG当成去旅游的一种概念,体验当地文化,而且那些怪也不会很恐怖,剧情也很感人, 推,第二,Pokemon Let's Go,比起剑盾勒,我个人会更喜欢Let's Go,因为毕竟是从小玩到大的情怀作,如果你小时候也有用Gameboy,或者是电脑模拟器,玩过Pokemon Yellow,Blue跟Red,这样你玩这款Let's Go,应该也会跟我一样各种感动,还记得小时候看的那种Pixel风的建筑物啊,人啊,Pokemon啊,一到了Switch,全部变成等身大的3D画质,哇,我还记得我去到那个当年Oring色的那个城镇啊,还记得那个船长因为晕船,所以迟迟没有起航嘛,打完了,你亲眼看着你的船长, 开走的时候,那种感动真的是蛮深刻的,而且,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这样想,我感觉现在在Switch上面出的那种游戏的续作,为了配合那种刚入坑的新族群,他们都有做到很容易玩,以前过山洞啊,你的Pokemon全部死完啊,Potion啊,Eater啊,Escape Route啊,全部用完啊,然后你的Pokemon没有一个人会Dick啊,然后可能你最后的Pokemon还中毒啊,那画面一直散啊,的那种绝望感,然后你好不容易残血走出来,就遇上你那个吉巴对手要跟你决斗,在这一座,你基本上都体会不到,因为随时随地都会有人在一个很刚好的 地点帮你回完命,然后你的对手在跟你PK之前,也会很善良的帮你回完命,公平竞争,所以,Yep,那种追求游戏难度啊,挑战性的人啊,他们可能会有很多怨言,但是对于那种纯粹享受剧情,游戏体验,跟喜欢Pokemon的人来讲,我还是很推荐的,因为我个人就是很喜欢,还记得我讲过的话吗,I don't care about 游戏性,I don't care about 难度,它越难,我越不玩,第三个,勇者斗二龙,Dragon Quest 11,身为一个日本的国民RPG游戏,我觉得这个不需要我多说, 胜利史莱姆啊,跟那种游戏梗啊,音效啊,那些啊,已经经典到,都不用我多安利的吧,好啦,还是要分享一下我的个人想法啊,也是一部细节满满的RPG,虽然还是勇者啊,带领伙伴啊,然后一起去打倒魔王啊,拯救世界的这种老套路,但是,勇者斗二龙从来不会让你失望,他每一代都可以玩出心怀一样,满满的诚意,重点是,他也不乏幽默的元素,我最喜欢这种,我震惊的来,又有点不震惊的游戏,然后他的剧情也有很感人的地方,终带有一边他玩到哭 不过我露坑是蛮痴的啦,是从3DS的第八代开始的,一开始是抱着好奇的心态去玩的,结果当我玩到哦,我在室内使用传送魔法,飞上天,会撞到天花板,掉下来的时候,我直接决定露坑,不需要什么华丽的角色,炫酷的武器招式,萝莉啊,大奶啊,什么无脑的麦肉剧情,我要的就是这种细节啊,细节,听到没有,游戏传商,继续,继续,继续,火焰文章,风花雪域, 它是一款战棋的游戏,所谓的战棋游戏就是你不可以完全操控角色的动作,而是只可以像下棋这样子安排他们要走去那里,然后使用什么招数,有战斗,有热血,有剧情,有养成,最重要的,有恋爱,你可以选择角色性别,然后去到一间魔法学院当老师,然后你也可以跟里面的学生谈恋爱的一款游戏,你不喜欢年夏的话,也可以跟同事,总共会有三个班级给你去选你要当哪一班的老师,然后根据你的选择会迈向不同的结局,总共有四个结局, 画风很香,角色虽然很多,但是全部都很有特色,你不怕记不住他们,因为我这个脸盲都记得住,而且,不只是你自己选老婆老公,你也可以当媒婆去搓合自己喜欢的CP,然后在通关后,游戏的最后会告诉你其他角色的日后生活,孤独中老,结婚甚至,全看你在游戏里的表现,它很厉害的是,玩到最后我已经完全带入进那种老师的心情,这种心疼我的学生,通关之后,那个制作人员名单不是会滑出来哦,然后配上那个DGM哦,我心, 久久不能平复,张张什么当老师最讨厌的,大家和和评评他,谈恋爱喝个茶,不行嘛,这个游戏基本上也不怎么会卡关,毕竟这种回合指令式的游戏你打不过,你就去刷等哦,集五个,Dragon Quest Builder 2,如果你喜欢用者斗二龙十一,这样你就不可能不喜欢这款Dragon Quest Builder,我本来一开始看到它Minecraft的玩法,我是没有兴趣的,因为我其实很懒惰去设计任何东西,尤其是这种给我们自由去建造自己的岛屿的,我没有这方面的Adsense,再加上Minecraft,我不是要记得那些 配方去排列做道具的咯,就更劝退了,可是,这款游戏完全看穿了我这个懒人的想法,如果你只是单单为了看剧情过主线的话,你基本上不需要太过用啦,跟着他的指示去做就可以了,收集素材那种也不难,他就是在哦,当你以为,啊,要去做这个啊,麻烦咧,的时候,那些NPC就会跳出来讲,啊哈,其实我们已经收集好素材,然后我们帮你见就可以啦,害我真的是一玩就停不下来,我真的是不知道这个游戏有什么好不玩的,ok,剧情呢,依旧是震惊中带点搞笑,搞笑中带点 背伤中又带着温暖,这种感觉,玩到最后哦,我真的是差一点酷出来的那种,画风也很舒服可爱,你可以观察那些NPC的行动啊,全部都很疗愈,最后一款,我的暑假和蜡笔小新联名,蜡笔小新,我和博士的暑假不会结束的七日之旅,名正常,首先呢,我要先说这个我的暑假呢,是在本地非常冷门的一款游戏,因为它好像没有汉花版,可是它却是我小时候用PS2玩过最多次,最喜欢的一款游戏,它非常的日常,有多日常呢, 游戏呢,基本上就是你是一个都市小朋友,暑假了,发在甘凤,然后就在甘凤啊,邂逅各种新朋友啊,钓钓鱼,抓抓虫,收集平盖的生活游戏,主要的特色就是它的风景非常的漂亮,绿意满满,随着剧情的推进,慢慢解锁新的地方,然后以一个小朋友的视角去冒险的那种刺激感,可是又不恐怖,我爱书哥,虽然小时候那时候还看不懂日文,但是也能勉强看着那种汉字啊,玩下去,还记得小时候我玩那个《我暑假2》,它有一个环节哦,是你可以去看 看冰箱的材料,然后去跟妈妈猜间,玩餐厕什么的小游戏,然后我几乎每次都可以看到一个叫豚肉什么什么什么的套餐,然后那时候还很cultural shock,想说,哇,日本人吃海豚肉咩?一看到了,别小心跟它出了联名款,虽然它目前只有日文版,但是我也买下去了,会有一点基础的日文呢,基本上都玩得下去,因为它不会有太深奥的词,我看网评几乎很多人都讲这个游戏很闷,会有点玩不下去,不懂要做什么,可是其实,我的暑假系列呢,本来就是一款很轻松,很休闲的治愈, 一类游戏,你必须抱着很relax的心情去玩,去跟日本小学生一样,享受你的暑假,不过这个联名款就跟一般呢,我的暑假系列有一点点不一样,就是它充满了蜡笔小星的特色,就是有些剧情,你会觉得一点都不生活,还非常的日式尴尬,可是在蜡笔小星的世界,本来就是一堆怪人嘛,喜欢蜡笔小星的人,应该就会很熟悉这种尴尬感,所以这款游戏会比较适合喜欢蜡笔小星的朋友,或者是想要享受那种甘蹦风景休闲游戏的人,去入手,好,结束, 以上就是我发自内心,整理出来的游戏心得跟分享,我没有测试查太多资料,所以绝对有很多很不专业的部分,但是都是我用爱发电最真实的想法,我希望那些懂很多人不要太见乖,有想要纠正的,或者是想要补充的,都欢迎留言教教我们啦,好啦,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,下个影片见,比较呢!